高sir,Jacky Go,高崇杰 她說了她2019年香港的十大陷事和十大感恩人物 那我就抄她 我又說說我怎麼看 不過她說了十個,我沒有說不在十個之外再找 所以我這十個跟她沒有重複 雖然沒有重複,不等於我不同意她那十個 她那十個其實說得非常好 我都很認同 不過特地選十個跟她有些不同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至於感恩十大人物呢 沒有 我唯一感恩就是香港警察 真是好 其他的 大家各做各事 支持一下大家 那這些當然是值得感恩 但是我覺得香港人最應該感恩就是香港警察 所以這個我先說 他在說後面我先說 最重要就是大家記住 香港警察在這幾個月 就是支持香港的人 他們的功勞非常之大 但是仍然 最可惜好像高sir說的 被人抹黑 這個真是非常可恥 所以我剛才做了一些 那些朋友留來的那些對戀 和私人之類的 我覺得很開心 有這麼多朋友 真的支持警察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要記住 治安 是我們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沒有了治安 我們生活就差很多 而警察正正正是我們 撐起我們 好了 讚賺了感恩人物之後 我講回我所謂的十大陷事 第一個就是 香港失去了最安全城市的尾遇 這個是完全一手一腳 在那些暴徒所做的事 香港警察盡了力 香港人真的盡了力 你看看在七個月之前 香港仍然是最安全城市 短短七個月之內 破壞成這樣 真是破壞容易建設難 香港警察花了很多精神時間 經過很多年的努力 才能夠把香港打造成最安全城市之一 而香港罪惡率一直都下降 直至這幾個月 罪惡率上升了 結果是什麼 因為香港人的法治精神老了 犯法 鼓吹違法達二個人 真是要拿去廢了它 第二 第二個陷事 香港人的道德 完全完全完全地顯示出來 當然 所謂香港人當然不是全部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仍然 有非常之強力的道德感 但好可惜 有一大批人 違反良心 是非不分 黑白不分 青紅做白 完全 倒轉來說 他們的道德去了哪裏 憑什麼 一個人可以被人打 這是完全沒有道德的行為 但是 香港人 你有沒有知道 走出來說 不 他們人多 但香港人更加多 我不相信 那班暴徒是大多數 那班暴徒只是少數 很可惜 香港的大多數人 忍了它 這個是 香港道德向下跌的徵兆 希望香港人 重拾回我們傳統的道德觀念 知道 己所不育 物施於人 不可以容許暴力繼續 我想這個是一個基本底線 一個遺憾的事情 就是 今年我們見到 很多 無辜市民 被打 無辜市民受害 有市民 被人用磚扔死 有市民被人用磚扔死 今天還在醫院深切治療部 非常之人痛心 大家同意嗎 第三 這半年來 香港經濟被人破壞到一塌糊塗 政府的財政預算本來有盈餘的 現在要變成赤字預算 因為稅務減少了 稅務減少這才是痛 稅務減少代表香港很多市民 新計劃受到影響 如果是政府其他因為開支之類 出現赤字 這個是收支的問題 但現在的收入嚴重減少 顯示到香港的經濟是非常之角烈 旅遊業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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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業 飲食業 購物 全部都跌 很多這些小市民 本來是一朝昇 靠時薪 靠日薪 現在 他們要吃菊種 問題就是他們有多個菊種 可能不很多 真的不很多 這是很痛心的事 第四項 香港人現在的分化 正中香港和中國的敵人的奸計 Dewide and Conquer 你們越分化 越容易破壞 香港人的分化 其實正中的敵人 敵人的奸計 這個敵人是誰 他沒有蒲頭 但是香港人已經被分化 他們的奸計 得正 這個是 香港另外一個大陷事 今年 2019年發生的 因為這件事 中央可能對香港很灰心 我覺得中國政府不會放棄香港 但是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期望 一定要重新調整 本來香港在中國政府之心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香港曾經幫助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 提供資金 提供人才 提供就要機會 使得中國能夠起步 中國人 香港人 是立下大功的 但今天的香港 是中央的麻煩事 繁心事 我相信 中國 仍然會對香港 非常之好 但是 它一定 需要調整 對香港的政策 政策 就算我是中央的領導人 我也要這樣做 因為 中國要顧的 不止香港的七百多萬人 還有十幾億人 是中央要照顧的 不要以為香港是唯一 香港 中國的領導人 有更多 煩心事 要處理 香港這個 這樣 它盡可能 照顧 但是 實在是太多事要做 大家考慮一下 這是一個非常之 遺憾的事 香港變成 中國的一個 煩心事 香港很多市民 很多警察 在這暴徒的手中 成為受害者 因為 我剛才說了 有香港市民 死在暴徒手上 被穿定死 有香港市民 現在 還是 在醫院裡面 在換皮 受著 劇痛 之傲 這些 是我們沒有人想遠見的 警察裡面 有一個警察 被人淋強水 僥倖 他現在已經叫做復元 但是從他描述之中 其實聽到人 非常之心痛 我聽了 葳榮小姐對他的訪問 我努力中環 一個很英勇的警察 他永不然 退 繼續出來 撲满香港 但是這些是完全不需要的 這些絕對不需要的 香港不應該在這樣的地方 待會我會講一講 在深水埗 發生在10月6日 有一個司機被人打到 我不知道他現在 健康如何 不知道他復元了沒有 但是 我一會兒會跟大家講一講 還他一個清白 他並沒有心 撞向任何人 他是一個非常良心的知己 他自己的命拿出來 都不想傷害土人 一會兒我給大家看 第七 香港大灣區的龍頭地位 岌岌可危 香港的機會 就是香港的金融 和香港的特殊 法律的制度 這個可以保住他的龍頭地位 但是正如我剛才說的 中國可能對香港已經灰心 最少要調整對香港的期望 香港的龍頭地位 是吸口可危 短短幾個月 短短幾個月 這個龍頭地位 可能就共收送給人 這個是非常之大的遺憾 第八 從區議會選舉 證明香港很多 很蠢的人 蠢得很緊要 那個選舉結果是6比4 但是已經是多數了 有六成的人 不分青紅做白 看不到這些暴徒 利用恐嚇香港市民 這樣造勢 使得一班 沒有任何從政經驗的人 都可以被選入去區議會 我們現在期望看看 未來的四個月 四年 他們做成怎樣 如果我預料沒有錯的話 未來四年 他們這班人 只是會搞政治 不會為香港市民服務 損失的當然是香港市民 這個 亦都反映出 香港人 真的沒有政治意識 不知道什麼是政治 不知道什麼才是自己好 蠢蠢 完全被西方的媒體洗腦 將民主的選舉辦法 和政府的好壞 將它等同在這裡 不是的 民主選舉的政府 未必一定好的 政府要政府好 除了民主選舉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而很多因素 是超乎了選舉能夠選擇的 所以中國可以在 這麼多千年來 都這麼強大 原因就是中國有一個好的選舉 才能的方法 那個方法叫科舉制度 可能很多漏洞 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這個科舉制度 使得中國可以在世界上 屈立不棋 只是近幾百年 因為閉關的關係 但是中國追不上世界的潮流 所以中國人在過去幾百年蒙羞 現在的時候 重新站起來 重新發掘中華民族的優點出來 我相信 很相信 我們中國人 會重新站在世界之天 這個正力之日可待 我相信我有生之年 一定會見到這一天 我會因此引以為傲 最後 亦都明顯反映到香港人 目光短視 看不到什麼是自己的好 不肯犧牲一些目前的利益 去追求更加大 更加長遠的利益 短視 太短視了 要救香港 要有人重新 站在高點上 帶著大家向一個長遠的目標走 要大家 信服這個人 聽這個人說 然後一起努力 香港可以重大 巔峰 重新成為東方之珠 但這個一定要是長遠的 在短期之內 我看不到香港 有什麼辦法 可以 擺脫現在目前的困局 所以香港第一件事 要擺脫困局先 擺脫困局之後 真是好好地 研究一下 做一個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或者五十年的計劃 香港人 怎樣走 香港人可不可以 在五十年不變 到期之日 重新告訴中國政府 香港人 是有辦法 自己管理好自己 自己搞好自己的經濟 繼續為香港 為中國 為世界服務 要尋找這個軟目標 如果香港找到這個軟目標的話 香港仍然是前途感受 但找不到的話 很可惜 香港會由一樓城市 跌到二樓、三樓、四樓、五樓 甚至變回了一個鄉下 我當然不希望這樣 我希望香港人 能夠藉著中國 上升的趨勢 騎著一條大龍 一路前行 這樣香港人可以 重逼世界之地 這是我的期望 現在應該是 2019年 的 剩下多少時間 在我這裡 現在已經是晚上的八點鐘 還有四個小時 大概是2020年 但我今天要跟大家說的事 還未說完 我最少會做多一個視頻給大家 向大家證明 在10月6日 被人打到豬頭餅的那個 的士司機 其實是非常之可見的人物 我要向他殺了 所以我一定會把這個故事 說完給大家聽 我現在才收集 那無論如何 希望2020年 香港人 重新起步 將2019年的 惡運 惡夢 從此休息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將來 謝謝